追剧必备的八道鸡爪的神仙做法大人小孩都爱吃 第一道 柠檬鸡脚怎么做才好吃呢 今天教你一个经典的做法 酸辣过瘾 比外面买的还好吃 八块一斤的鸡爪 先去掉指甲 然后一分为三 一定要冷水下锅 加个葱姜 料酒 大火煮开撇去浮沫 然后转至小火焖个十分钟 重点来了 捞出来后一定要用冰水 这样吃起来才脆爽 然后加蒜末 小米辣 洋葱 柠檬片 一勺辣椒面 热油激发出香味 两勺生抽 少许蚝油 一勺陈醋 白糖 最后撒上香菜段 翻拌均匀 冰箱冷藏两个小时就可以开吃了 喜欢吃鸡爪的收藏做起来哦 非常感谢 第二道 您一定想不到平平无奇的鸡爪 做得比非洲鸭还香 用来下酒 或是追剧小零食 都是绝配 超级好吃 鸡爪给它做过美容 修修指甲 然后冷水下锅 放入葱姜 一勺料酒煮出血沫后 捞出冲洗干净 再倒入锅中 加八角 香叶 桂皮 花椒 姜蒜 干辣椒 冰糖 生抽 老抽 黄豆酱 去年喝剩的啤酒 没过鸡爪的清水 加盖焖煮40分钟 出锅前来点芝麻 真是太哇塞了 喜欢您就收藏起来去做吧 第三道 以后你要是想吃虎皮鸡爪了 真的不用去外面吃了 自己在家做也是很简单 软糯入味 非常好吃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把鸡爪去掉指甲 然后锅中水开 倒入鸡爪 加姜葱 吊酒去新增香 一勺老抽上色 煮两分钟 泡三分钟就可以了 另起锅油温7成 放入鸡爪 千万记得要盖上锅盖 不然就会像我这样了 这鸡爪微微焦黄就可以了 炸好后加温水泡15分钟 这样更容易泡出虎皮 泡好后放入砂锅中 放八角桂皮 香叶干辣椒 几颗冰糖 盐鸡精 生抽 老抽 一碗清水 最后放姜葱 后盖煮15分钟就可以太吃了 香辣软糯 真的太好吃了 老公和孩子都非常喜欢 你要是喜欢也赶紧做起来吧 第四道 首先去掉指甲的鸡爪 直接下锅 放一勺料酒去新 煮两分钟 捞出控干水分 放碗中 倒入前天没喝完的可乐 浸泡五分钟 三成油温放入鸡爪 一定要盖好锅盖 防止油溅出来 炸至金黄捞出 然后用冰水泡半小时 泡成这样的虎皮状就可以 最后均匀摆入盘中备用 把买来的剁椒用水洗去盐分沥干 再加姜蒜 用热油爆香 放盐鸡精 胡椒粉 蚝油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剁椒酱蒸鱼头也非常好吃 把剁椒均匀的铺在鸡爪上 水开上锅大火蒸12分钟就可以了 出锅撒上一把葱花就可以开吃了 想吃你也赶紧做起来吧 第五道 清洗干净的鸡爪冷水下锅 放葱姜 料酒去腥 炒水五分钟后捞出 过程尽量不要去搅动它 再过一遍冰水 这样处理的鸡爪就不会破皮了 而且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再给它修修美甲 然后准备我屏幕上的这些料头 油热把料头炒香 加入500毫升清水 500毫升生抽 少许盐 鸡精 胡椒粉 一勺蚝油 半勺老抽 一勺米酒 扣上盖子煮食五分钟后 捞出多余料渣 再倒入超过水的鸡爪 桂皮八角香叶 十粒冰糖 后盖用小火继续煮食五分钟 光泡后再浸泡三十分钟就可以了 咸香入味 好吃到甜手指 喜欢的话你也来试试吧 第六道 以后你要是想吃烤鸡爪 不要再出去买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比滋补的烧烤还要好吃 鸡爪冷水下锅 放葱姜 料酒去腥 煮十五分钟捞出 放一勺食用油 生抽 蚝油 灵魂烧烤料 抓拌均匀 放入空气炸锅 180度烤十五分钟 香辣入味 好吃到连骨头都不剩 第七道 当年就是靠这道蒜蓉鸡爪 我老婆答应把丈母娘嫁给我的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剁好的鸡爪冷水下锅 加葱姜 盐 和料酒煮开 撇去浮沫 中火煮二十分钟捞出 油热 放蒜末小米 浇爆出香味 倒入鸡爪 放生抽 老抽 蚝油 胡椒粉 鸡精和白糖 大火炒香炒入味 最后撒上葱发就可以出锅了 快点收藏做起来吧 第八道 每次做这个五谷鸡爪 我都会多做一些打包送给邻居 因为他们说真的太好吃了 今天就把我的详细做法分享给大家 鸡爪冷水下锅 放葱姜 料酒 开大火煮十五分钟 然后捞出来用冰水泡一个小时 这样容易脱骨而且吃起来更加脆爽 鲜盐着鸡爪的三根手指中间划一刀 按着缝隙往左右前推 骨肉分离 轻轻一掰鸡爪的关节处就可以很轻松地把骨头取出来了 然后转过来往前推 取出大骨 一个完整的鸡爪就取好了 多放点蒜末 小米辣 洋葱 柠檬 香菜 再搭配点黄瓜 放盐 鸡精 白糖 两勺生抽 三勺陈醋 一勺芝麻油 两勺自己做的辣椒油 一碗凉白开 抓拌均匀粘制两个小时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五骨鸡爪酸辣脆爽 吃起来还不用涂骨头真的太过瘾了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做起来吧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